快检查你的桌面 我敢打入你的桌面一定是 又髒又乱 哈囉 大家好 歡迎來到月布克 我是水風刀 沒有錯 這一集月說書96集 要講的就是這本 斷舍離 是不是你的桌面常常亂七八糟呢 或是你常常要丟東西 又覺得丟這個東西好可惜喔 或者是你常常買了一大堆新東西 生怕家裡總是不夠用 如果你有以上這三種症狀的話 我建議你一定要來看看這本書 這本書呢 就是所謂的 斷舍離創始人三下英姿所寫的書 當時其實我看到這本書的時候 我也是覺得 就這樣而已啦 就是不懂這種斷舍離 到底有什麼真的很大的幫助 因為我本身就不是很信仰這種斷舍離 因為我之前看到網路上說 桌面很亂就代表你是一個 創意型的人才啊 沒有錯 我自己就是本身是一個創意型的人才 才桌面亂的 不是說不收拾 是創意型的人才 其實本身就是這種 比較天馬星空 其實這也回顧了一下 我自己以前從小到大的一些習慣 我其實是一個非常喜歡 收集很多奇怪的東西 一些人的頭髮啊 好 這樣有點恐怖 例如瓶蓋啊 例如郵票啊 就是會收集一些 Lily Cole的東西 神奇寶貝的網路我也會收集 戰鬥陀螺我也會收集 然後我也甚至留著 國小的時候跟同學寫的紙條 我覺得好浪漫喔 會寫紙條 你看 現在大家會寫紙條嗎? 不會啊! 這樣子呢 就是因為自己的一個 懷舊的一個性格 導致東西常常記憶回程 好的 那麼講到這邊呢 我們首先就要來了解一下 什麼是斷舍離 簡單來講 斷就是斷絕不需要的東西 捨 捨棄多餘的廢物 離脫離對物品的執念 斷舍離的核心 跟所謂的收納整理有什麼不一樣 收納整理它最主要的用意是在於 讓家裡的房間變得乾乾淨淨 看起來舒適 斷舍離它主要是以人為中心 不是以物品 其實今天我之所以決定這個東西 我該不該丟的理由 只有一個就是 我現在目前 需不需要這個東西 不需要就要人 它是透過丟到家中的廢物 也丟掉了自己內心的廢物 讓人生活得更快樂的方法 那為什麼說整理東西 能夠漸漸的整理自己內心 不需要的東西呢 這個其實是因為我們人 會透過一些物品 去反映到我們自身內心的狀態 在這邊就可以舉到一個案例 像是之前有人送我一個名牌的杯子 然後呢 我還是用就是 麥當勞送我贈品的杯子 然後那時候別人就問我說 欸你為什麼馬克杯 不換成那個名牌的馬克杯 你要用一個麥當勞贈品的馬克杯呢 那個時候我心裡就想說 因為我覺得用那個馬克杯 好像很可惜 因為那個東西很貴 可是其實這間接就反映了 我自己內心上面 我覺得我自己配不上那個名牌的馬克杯 所以我才不去使用它 其實這也是回應到了 我自己覺得我可能配不上那個物品 後來我去使用了這個東西之後呢 我就漸漸覺得 我好像配得起這個東西了 我其實是可以去撐得起這個物品 這樣的一個斷捨離呢 一方面可以讓自己更了解 自己內心目前的狀態 另外一方面呢 可以用行動來改變你的心態 心理學家有說過一句話 不是心態改變行動 而是行動在影響著你的心態 也就是說呢 我們可以透過對物品的斷捨離 來實現人生的斷捨離 不管你現在是在結婚 搬家 離職 你都可以使用斷捨離 來幫助你的人生活得更美好 接下來我就想要來分享一下 我看了一些 實際使用過斷捨離 他們家裡的 before跟after的照片吧 喔 這個就有這個感覺了喔 這個東西原本衣服是有點 亂堆的感覺 這樣子其實收起來真的蠻乾淨的 喔 這就是這本書 它自己的示範 那左邊這個圖呢 可以看到就是左上角這個before 是它以前的衣� 你看喔 即使你女生擁有這麼大的衣� 你看喔 即使你女生擁有這麼大的衣� 又怎麼樣 不懂得斷捨離 還不是二流的衣� 你看它下面 哇 天啊 這個衣櫃 衣服的這個右邊這個色系有沒有 擺放的恰到好處 喔 還會懂就是暖色調 然後左邊呢 白色藍色 喔 這個擺放的真舒服 然後呢 使用到我們後面會講到751原則 這就是桌面嘛 喔 就是如同我們開頭破題所說的 你的桌面是雜亂的嗎 喔 還是你的桌面你看 before 喔 看到這樣 然後看到右邊 工作的意願是不是就大了 喔 即使你女生擁有這麼大的衣櫃 又怎麼樣 不懂得斷捨離 還不是二流的衣櫃嗎 你看它下面 哇 天啊 這個衣櫃 衣服的這個右邊這個色系有沒有 擺放的恰到好處 喔 還會懂就是暖色調 然後左邊呢 白色藍色 喔 這個擺放的真舒服 然後呢 使用到我們後面會講到751原則 這就是桌面嘛 喔 就是如同我們開頭破題所說的 你的桌面是雜亂的嗎 喔 還是你的桌面你看 before 喔 看到這樣完全不想工作 然後看到右邊 工作的意願是不是就大了 好了 在看完照片之後 真的有一股衝動 就是 我現在就要去斷捨離 看完這些照片之後呢 我們當然還是要細細的來分析一下 三種扔不掉東西的人 接下來我要講到這個人 是討厭丈夫的小喬 小喬她已經跟她丈夫結婚了20多年 其實當初小喬她結婚是受了父母之命 就覺得 門單戶對呀 那就結婚 但是其實小喬是內心起司抗拒的 每次回到家裡基本上就是尷尬 然後各做各的事情沒有什麼事情好做 所以小喬其實非常不喜歡回到家裡 久而久之亂七八糟之後就會 越堆越多東西 再來就又不想收拾 然後就會再越堆越多東西 就形成一個很可怕的局面 再一次艷陽高照的午後呢 她來到了一個講座 斷舍離的講座 她聽完之後決心她自己要來實現 她人生的斷舍離 所以她就開始從她的主任司 開始收拾起來 就在她打掃到一半 到她的衣�的衣� 櫃的衣櫥的最下面有兩個箱子的時候 她打開之後她只震驚了 裝了就是當初她結婚的時候 父母給她的陪假還有她的禮物 她摸到這兩個箱子的時候 慢慢地回想起 她在結婚 剛新婚不久的一年多的時候 決心她想要跟她的帳戶離婚 當時她打開這個箱子就開始掉淚 就是覺得她如果今天離婚了 父母會不會很擔心 所以就是因為正如 就是因為這兩個箱子呢 阻攔了她一夕之間想要離婚的念頭 那她後來想想 不對啊 現在父母也已經走了 我在堅持什麼 她決心實踐她人生中的斷捨 沒有錯 她跟她老公提出了離婚 重新地活出自己的人生 然後後面她的人生活得更多彩多姿了 OK 沒有錯 上述小喬的故事 她就是第一種人 逃避現實型 通常不喜歡待在家裡的人 也不會想要收拾家裡 所以這種人常常把自己搞得好像很忙碌 所以她那個時候 根本不會想要細心地整理家裡 然後久而久之 家裡就會越堆越亂 然後越堆越亂的情況下 就會更不想整理家裡 就形成了一種惡性循環 再來讓我說說另外一個故事 這個故事的男主角叫做小明 沒有錯 她就是30歲的科技單身宅男 就是家中老是堆滿了各種各樣的物品 然後多半都是動漫 然後還有二分之一的東西 都是她前女友的東西 因為小明她曾經跟她前女友 在這個房間同居過5年 雖然他們已經分開了 但是小明一直依依不捨 對這些東西抱持著流念 所以她會覺得說 我已經丟掉了這個東西 代表了我把這些恩愛的時光 都割捨掉了 小明還是愛著她的前女友 她不忍心丟掉這些東西 所以她就留著她女朋友 給她買的照片啊 禮物啊 直到她在某個燦爛的午後 意外地聽到斷捨離的概念中 她決心跟過去的自己割捨 所以她開始整理她前女友的東西 決定把這些東西都收取掉 然後呢捨棄過往的自己 之後呢她開始不再紅紅顏顏的生活了 她從一個魯蛇變成不再那麼魯的魯蛇了 OK 我們剛剛說的小明就是 第二種人 執著過去型 即使是你現在已經不會用到的任何東西 像是什麼獎盃啊 相冊啊 都會對於過往這些東西念念不忘的人 基本上就是執著過去型的這種人 其實這多半反映到了自己內心 對過往幸福時光的流年 這時候要特別的去記得喔 現在斷捨離的重點是什麼 現在你目前需不需要這些東西 一旦不需要的話呢 其實你就可以做好斷捨離的準備了 OK 第三個故事我想要聊聊小飛的媽媽 其實小飛媽媽我不是很熟啦 我跟小飛是二次的玩伴 也就是小時候我常常到小飛家玩 那我每次到他家玩的時候呢 就很開心玩玩玩 然後有一次我就不小心撞到他們家衣櫃 啪 撞下去之後呢 然後東西就灑出來 我想嚇到就是50捆的面紙 衛生紙在裡面 怎麼會這麼多面紙 是家裡的需求量有這麼大是嗎 在細問之下 喔 這是他媽媽囤的啦 因為他媽媽小時候有陰影 因為家裡很窮 小飛媽媽曾經就是在小的時候上廁所 沒有衛生紙 沒有紙巾可以擦的窘境 所以他不想要再讓他二次的陰影再復發 所以在他小飛媽媽結婚之後呢 他就積極地開始吞衛生紙 生怕再出現二次那種可怕的回憶 那當時想的時候我也是不太清楚狀況 所以就覺得小飛你在開玩笑喔 幽默喔 直到就是小飛他媽媽打開門之後 手上再度又提了兩捆的面子之後 我才發現事情不單純 這個故事裡小飛的媽媽就是第三種人 擔憂未來型 我相信很多媽媽都可能會有這樣的症狀 就常常家裡的東西囤一大堆 反正就覺得是消耗品嗎 反正一定用得到 這種狀態的人其實某種程度 反映了他內心的焦慮跟不安 這時候你要去反映一下去瞭解一下 是不是你內心太過擔憂一些 可能未來會用到的東西 可是現在根本就用不到的 盡量的斷捨離好不好 好的那我們剛剛分享完這三種扔不掉東西的人呢 接下來我就要分享三種方法 來幫助大家把斷捨離實現在自己的生活上面 集中精力應付一個點 一次只要集中收拾一個點就好 也許只是你這整間房間的一個抽屜 千萬不要被收拾房間這四個字給震撼到 所以你只要一次收拾一個點就好了 可能你一次收拾一個點 你一周就可以把你這間房間收拾乾淨 那麼這樣其實也能夠帶給你更多的信心 好的那如果你要開始集中收拾一個點的話 建議可以從你生活中離你最近的地方 可能是你的房間或是梳妝台或是洗手台 這種跟你生活健康最接近的地方開始收拾情 二一切從扔東西開始 沒有錯我們剛剛提到嘛 斷絕不需要的東西再來就是捨棄多餘的廢物 扔東西你難就難在於你覺得這個東西好像以後都用得到 或是覺得丟掉很可惜 所以呢一開始扔東西有一個好的方法怎麼做呢 就是先從看起來怎麼看都是廢物的東西開始扔起 當你已經把可以扔的那個廢物都扔掉 你再重新去看哇我收拾的這麼乾淨之後 你就可以不會那麼猶豫的去把一些你覺得可能可惜的東西扔掉 那對於就是別人送你的禮物呢 其實你發現自己非常的不適合 建議就是可以送人或是扔掉 這個時候呢可以用書中一個方法 就是說謝謝你對不起這樣的方式去把那個東西扔掉 其實你反過來想嘛 其實有時候你送給別人的東西 你自己可能也忘記了 3.751總量限制原則 我不知道Book們在收拾房間的時候有沒有像我這種亂收拾法 就像那種蠟筆小型媽媽收拾法一樣 東西很亂嘛然後突然 什麼客人要來家裡做客 然後就趕快把東西全部都框框耶 收一收然後全部都堆到那種收納櫃裡 其實打開來直接三崩 那這本斷神裡面其實有提到 看不見的收納空間要佔七層 所以要預留三層的空間 讓你可以有機會去收納的東西 那為什麼要這樣呢 你去想想看嘛 今天如果我可以收納的儲藏櫃 已經整個放滿滿了 你會有動力想要收拾房間嗎 完全不會有 要留三層就是為了讓你們在收拾房間說 擁有動力 再來五是什麼呢 在看得見的收納空間 只要放五層就好 我不知道Book們有沒有發現 欸奇怪為什麼別人家怎麼擺都很漂亮 為什麼我家裡怎麼擺都是看起來像垃圾堆耶 這就是因為你沒有用到五層 看得到的收納空間 這樣五層的這個方式 什麼東西放半滿就好了 你放的滿滿的 那個美觀就會被糟蹋掉 你要留有一些優美的空隙 再來展示給別人看的空間 只要放一層就好 當你今天買了一個什麼龍筋骨花盆 你要秀給朋友看 哇這龍筋骨花盆多麼的貴 多麼的昂貴 顯示我的高雅顯示我的氣質 你會把它放在一堆雜物之間嗎 你以為大家可以在一堆雜物之間發現 一眼瞄到 哇那不就是龍筋骨花盆 不可能 通常你就是要在一整面的櫃子 牆面櫃上面 不過什麼都不管 我就只放一個龍筋骨花盆在那 然後別人一進到你家 哇那個什麼 直接就會問了 因為整個東西 就整面牆都只有一個龍筋骨花盆 留白的空間越多 才能夠強調你的重點 其實呢你只要運用這一層的技巧 其實就算是一般生活日常中 不是那麼昂貴的 運用了這一層的方式 也可以讓它變得非常的有魅力 所以看得見收納空間放五層就好 就好像精品店一樣 他們東西都會留一點點空隙 不會放的滿滿的很雜亂 那麼這個原則呢 全部都要遵循總量不變原則 就是你知道你家裡的大小大概就是這麼大 你能夠放下的東西就是這麼多 然後再依序的遵照的七五一原則 去擺放家中的東西 其實斷舍離非常簡單 它主要就是以你為主 那物品不是最主要的角色 對於你來講 如果今天這個東西是你目前不需要的 你就是直接的斷舍離 透過斷舍離呢清空環境 同時也清空了我們自己內心的雜念 也讓我們可以在這麼舒適乾爽的環境中工作 然後也可以讓自己的內心更舒爽快樂 過自由簡單的生活 所以透過兩個關鍵問題 可以重新的幫助你斷舍離 拿到這個東西之後 這個東西我目前需要嗎 這個東西適合現在的我嗎 希望透過斷舍離 可以幫你清空環境 清空心中的雜念 過上舒爽簡單的生活 最後要用不可門的問題辨識 你是這三種人的哪一種人呢 底下留言告訴我們 你今天約了嗎 如果你喜歡這部影片 請分享給你身邊 常常東西堆到像山一樣高 或是常常買一大堆新東西 或是不會收拾的那些人 不懂的斷舍離的朋友們 讓大家都可以過上斷舍離的生活 讓我重新改變自己的人生 那就這樣啦 喜歡的話就幫我分享 按讚訂閱 關注我們掰掰 斷舍離 斷舍離 那這樣子我是不是要斷舍離這個東西嗎 這個書 我現在需要你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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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要 需要